汉王朝建立的第六十一年 汉武帝刘彻即位 年轻的他愁出满志 开始着手实现他对整个国家的愿景 他韬光养晦 在瓦解斗士势力和平定刘氏诸侯王后 将目光停住在了汉王朝的西北部 强大的匈奴部落辟如刀刃 横跟在古中国的西北边境 同时也扼住了汉武帝的喉咙 自白灯之围战败以来 汉廷一面要奉行屈辱的和亲政策 一面要向匈奴源源不断的输送物资 即使如此 边境依然遭受着匈奴人的频繁侵扰 匈奴势力带来的威胁令刘彻寝尽失难安 他迫切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 来征服这个强悍已久的游牧部落 就在此时 军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 他孤勇桀骜 雄涛伪略 首战级斩首不鲁 2028级一路过关斩将 斩通河西夺取东北 败走漠北的匈奴 只留下师我七连山 师我六处不翻溪 师我燕之山 师我嫁妇无颜色的哀态 此人就是引马汉海 风狼居须的霍区病 霍区病出生在河东平阳 他的母亲是平阳侯府的女仆 魏少儿 父亲是平阳县小丽霍仲如 或许是他生时孱弱因此取了 去病这样的名字 看似这个出身低微的幼儿 与汉武帝并无交集的机会 但谁也没有想到 魏少儿的妹妹魏子夫 惠在后宫得势 一跃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魏家的得势悄然改变了 这个少年的命运 同时也改变了魏家 另一个人的命运 此人就是获去病的舅舅 魏卿 早在公元前139年 汉武帝就制定了联合肉支部落 共同夹击匈奴的战略目标 他派遣张谦出使西域 但当时西行的必经之路 河西走廊还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 这场征途无疑是危险重重 九死一生 果然张谦的使团出征后 彻底失去了音信 在此后的几年内 汉武帝频频遥望西方 以期在日暮下迎来这支 寄予厚望的队伍 然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 汉武帝终于接受了 这支使团殒灭的极定事实 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 汉武帝拔举人才训练精兵 他明白 哪怕没有肉之部落的帮助 平定西北边境 消除匈奴之患 也势在必行 在北极匈奴的既定决策下 挑选将领成了战前的关键要素 公元前129年 匈奴入侵上古郡 魏卿也因受汉武帝青睐 而被编入对抗匈奴的队伍中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战事并非仅由魏卿一人统领 刘彻亲自部署战略计划 兵分四路出击 车骑将军魏卿直出上古 齐将军公孙奥从代郡出兵 轻车将军公孙赫从云中出兵 萧綦将军李广从燕门出兵 四路降临 各率一万骑兵 从刘彻的兵力部署不难看出 他的深层用意 这场战事中 不论是功臣速将 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将领 他们所得到的兵马别无二致 与其说是考虑周到的分兵策略 不如说是一场公平的角逐 最终唯有魏卿一人凯旋 龙城之战因此成为魏卿 戎马圣啊的开始 魏卿的发迹从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汉武帝对汉军风貌的认识 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凶战士之前 国家一直奉行着修生养息的政策 极少发生大规模战争 所谓的功臣速将 并不见得会比年轻将领更有优势 相反 由于思维定势和谨慎多虑的束缚 很可能错失战机 刘彻在魏卿身上看到了 不同于功臣速将的军事特质 而这种特质 在霍区病身上 则更为显著激烈 一日 汉武帝在校场关联 看见霍区病 奇色惊异 兴致高昂地说起孙子 武起的兵法 想要交戏给他 而霍区病却推辞道 了解大略即可 对战中应当随机应变 不必拘泥于古法 这一观点与帝王的远虑不谋而合 刘彻也因此更加关注起 这个非凡的少年 公元前126年 西方传来了震惊朝野的消息 13年杳无音讯的张谦 平安抵达了长安 经历了十多年的软禁 备成路途的艰辛也未曾表现出一丝雷弱的男人 在回到故土的一刹那忍不住 潸然泪下 他迈着急速的步伐 匍匐在帝王的脚下 张谦这次出使并没有实现与大肉之结盟的目标 但他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充分了解到西域等国的风土人情和地貌 同时在被匈奴软禁期间内 他对匈奴部落的作战方式和工具 部落结构 生活习惯等 均有了一定认识 这些未来可能会对战事提供帮助的记录 成为了日后 霍去兵初步制定战略计划的一大注意 三年后 年仅18岁的霍去兵 终于踏上了人生的首战 他被任命为飘摇校尉 随魏清处征 作战中 魏清所率的主力部队损失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兵 却率领青永齐八百孤军深入 一举斩补手鲁过当的成果 其中包括匈奴的相国 当户等高级官员 同时也斩杀了匈奴禅于 医治邪的祖父辈 吉弱侯产 并俘虏禅于的叔父 罗姑比 公冠全军 定乡北先后两次战事 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他更加深切地认识到 功臣速将的作战方式并不适合 对抗这个野性的游牧民族 具备冒险精神和崭新思维模式的 年轻将领 才有可能打破僵局 而获取病的经验表现 无疑成为了汉武帝 接下来夺取河西走廊的首选 河西走廊东起乌峭岭 西至星星辖 南侧是麒连山脉 北面是龙首山 河离山 马松山 是一条通往西域 北街匈奴 南临枪部的咽喉要塞 自从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肉之部落 被匈奴驱逐以后 匈奴蝉鱼就将走廊东段 封给了修图王 西段封给了魂牙王 通过这一段走廊 匈奴部落向西 可以控制西域诸国 向南可以与枪族 形成对抗汉朝的联盟 一时之间 这条经济军事枢纽 成为了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袁寿二年春 获取病被任命为飘济将军 独自率领一万骑兵 出征匈奴开始了第一场 河西之战 获取病率军从隆西郡出发后 越乌立山 渡黄河 伐赤仆布 肃斩赤仆王 涉胡奴水 六天转战千余里 踏破匈奴五王国 有如催枯拉朽般 将河西朱小王纷纷击溃 这种轻奇高速推进的作战方式 让其他的匈奴大部队 始终无法做出 有组织 有计划的反击 获取病在穿插分割 并包围这些部落后 很轻易的就破详了他们 并不抢掠他们的财产与子民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分化瓦解河西各个部落 接着获取病长途奔袭 越过天然草场燕之山 飘悍的汉军骑兵 在深入敌境 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与匈奴短兵相接 斩匈奴折兰王 卢侯王 魂牙王之子 及其相国都尉被俘虏 连修徒部祭天的金人 都被汉军搅获 魂牙王 修徒王在惊慌失措下 率残部逃走 获取病这种轻奇闪击战术的大获全胜 也为今后摸索出了 汉凶作战的系统性战略 长期以来 汉帝国倾向于 与匈奴的主力军进行决战 虽然在魏清的统预下 每次都能有所斩获 但很少有决定性胜利 而且每次都会带来 部队和军需的极大损耗 获取病的厉害之处在于 他为作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以强打弱 以快打慢 深入敌后就地补给 这种将骑兵的威力和速度 发挥到极致的战略模式 也被完美地运用到了 第二次河西之战中 汉军取得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 为保障作战突然性 稍事休整 同年下 霍区并率领部队展开了 第二次河西之战 和其侯公孙奥随同出征 汉武帝派霍区并 与公孙奥合领骑兵数万 都从北地出兵 分道进军向西进击 公孙奥从东面进攻 吸引敌军注意力 霍区并则趁机突袭到敌军背后 伯望侯张谦 郎中令李广 率万语骑兵出右北平 进击左先王部 阻断匈奴援军 如果部署顺利展开 霍区并和公孙奥将在 河西走廊会时 对修图王和魂鸭王部落 形成两面夹击的攻势 霍区并大纵深外线 先由金宁夏零武渡过黄河 由北越过贺兰山 涉过浩瀚的腾戈里沙漠 和巴丹吉林沙漠 绕到居沿海 转而由北向南 沿若水而进 经小肉之 再由西北转向东南 深入匈奴境内两千余里 就在霍区并顺利到达前线时 意外发生了 由于和其侯公孙奥 在行军途中迷失了方向 霍区并没有如期等来公孙奥的会师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 只有两个选择 一则无功而返 二则仅以自己的部队力量 独立完成河西坚敌的重任 在两相权衡之下 他选择了后者 很快他就用行动证明了 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他集合部队 从魂崖王 修土王军侧背 发击猛攻 此时远无准备的匈奴部队 面对突如其来的汉军 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对抗 在仓促应战中 匈奴军很快败下阵来 汉军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场战事中 获去并带领的部队 歼敌三万余人 破墙禅恒王 囚徒王 及相国都尉等 两千五百人 俘虏武王 及其家眷 而汉军锦商王三千余人 魂崖王 修土王 虽率残军逃走 但因在河西战事中 两战两败 匈奴王早已愤怒不已 打算将二王召回并斩杀 二王自知 回去南逃一死 于是派使者向汉军起降 汉武帝恐其中有诈 于是派霍去并前驱授墙 此时两王虽被击溃 但仍有数万兵力 加之授墙地点 深入匈奴境内 很有可能突发变故 果然 汉军未到河西时 修土王突然变卦 被魂崖王攻杀 并收编了其部队 但此时 匈奴阵中仍军心不稳 甚至引发了骚动 面对匈奴阵中的滑变 孤军深入的霍去并 并没有表现出惊慌 他当机立断 持入阵中将企图逃跑的匈奴兵 就地斩杀 迫使匈奴军稳定下来 而后先遣使者 宋魂鸦王赴长安 见汉武帝 自己带着匈奴于众 向西汉边境缓行 自此 汉王朝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匈奴再难依靠西域诸国 和枪族剥落的人力和资源 对汉发动为袭 匈奴为此被割道 使我其连山 使我六处不翻西 使我燕之山 使我驾父无颜色 汉朝边境也因此获得了 稳定和平的发展 武帝将隆西 北帝上郡的边防部队减半 大大减少了军费开支 减轻了百姓的赋税 与劳益负担 齐连山北路 有着匈奴最大的马场 为汉朝补充了 汉兄战争中需要的军马 那片广阔的大马营草原 成为了汉朝养马备战的 重要根据地 为日后沟通细域 开疆库土准备了条件 而谁能想到 促成这个结果的少年将军才19岁 纵观河西之战的发展 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 同样具备张谦对河西走廊记录的辅助 为什么公孙奥迷失在了行军道路上 而这个年仅19岁的少年将军 哪怕大宗外宪 依旧能够准确找到切入点 时至今日 霍去病匈奴未灭 何以加为 壮语还犹在耳畔 因此世人会产生 获去病对匈奴人恨之入骨的印象 其实从河西之战中 他对河西周围小型部落的招降 就可以看出 他的观念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之上的 超越个人仇恨和民族对立 他非但招降匈奴部落 甚至将匈奴人收为己用 在两次河西之战中 随他出征的高级军官有 校尉高不实 原是匈奴勾王 校尉普多是匈奴人 司马赵破奴 是长期生活在匈奴的汉人 以上这些只是封侯级别的高级将领 由此可以推测 中低级官员 士兵中定然也有不少匈奴人 这也称为获去病 每次行军都能准确沿着预期路线 准确袭击敌军的原因 使用匈奴并非没有风险 在河西之战的前两年的 漠南之战中 匈奴降前将军赵信 就因战事不利 叛逃回匈奴 带去了大量汉军情报 再往前一年 史记中还记载了 有两个被汉朝封侯的匈奴贵族 曾试图逃回匈奴而被斩首 在这样的前车之剑下 获去病要预统这一批匈奴人 除了倚仗过硬的军事才能外 还必须具备惊人的管理能力 时刻应对反水的风险 但出人意料的是 他对匈奴人的驾驭能力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袁寿四年 为歼灭匈奴主力 21岁的获去病 率兵五万 深入末北 在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 他亲自率领俘虏的匈奴士兵 携带少量的资重粮草 跨过大漠 从敌人的手中获取粮食 从而以轻装代替重负 加快行程 由此可见 获去病对匈奴的战术 和指挥系统相当熟悉 以至能将先前招降的俘虏 立即收编挤用 这群俘虏也没有在行程中 面对匈奴部落而反水 获去病 在任用匈奴人的胆破手段上 非常人可以想象 凭借这种速度惊人的奔袭 使得左贤王部队面对突如袭来的汉军 毫无准备 获去病得以活捉 蝉鱼大臣张局 诛杀北车齐王 又转攻左大江霜 缴获敌人的军旗战虎 他越过南侯山 渡过公炉水 抓获 豚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 获去病 乘胜追杀至狼居须山 在狼居须山举行了祭天风礼 史称 封狼居须 此次远中 获去病所率部队以一万的损失数量 前后一共斩获葫芦七万多人 至此 匈奴左右贤王两支臂王 被彻底斩断 获去病又将东北的乌环 集居于上谷 渝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五郡塞外 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自此 匈奴势力中 只剩下匈奴缠于 孤悬墨北 获去病取河西走廊 使汉朝有了和匈奴北边的仇人 越是联手的可能 他打穿了左仙王部后 东部形成权力真空 汉朝开始对匈奴形成包围之势 正在汉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 京都传来了噩耗 年仅24岁的获去病病逝 这个21岁就以战功赫赫 威名四海的年轻将领 这个绝尘西北 令匈奴人望风披靡的一代战神 活跃在战场上六年后 促然尝试 令人扼腕痛惜的同时 也令人对他的早逝 产生了诸多猜测 排除匈奴暗杀和宫廷谋杀 等诸多毫无线索的揣测后 病逝可能是最为合理 也是最怨 让人相信的答案 去病的名字 说明霍去病出生时 很有可能经常生病 因此 父母以这二字 来寄怨孩子身体健康 霍去病死后 留下了一个儿子 名叫霍善 汉武帝十分喜爱他 据记载 这个孩子六年后 却在蓬莱突然去世 年仅11岁 由此也可以推测 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霍去病 很有可能是因遗传病而死 霍去病的早逝 虽是不幸 却也是幸运 所谓不幸 除开他个人生命的流逝 和对人生展望的遗憾之外 更是汉帝国的巨大损失 譬如此后 汉朝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 空耗了国力 又譬如 汉军出师大冤 死伤惨重的败笔 所谓幸运 则要翻开史册 纵观身前身后 霍去病 在24岁 已经达到了旁人一辈子 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他在军事领域的才能 势必给他带来 更高的荣誉和地位 魏子夫的发迹 已然给这个家族 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尊荣 假使霍去病 也到了风无可风的地步 所谓圣极必衰 这个家族 想必也会迎来 难以揣测的命运 或许 这也是世人 不忍英雄尝试的 稍加宽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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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